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店面如果太偏肯定是少有人进去的 人们都比较喜欢繁华的地点 所以店面设在繁华之处比较有利 二 店前名堂外租 有些店为了降低成本 会把店门前的名堂租给小摊贩做生意 有的还会租放儿童游乐的东西 看似增加了人潮 实际会减低店内的生意 因为将财气给分散出门了 三 门前有脏屋 人们都比较喜欢清新而且干净的地方 感觉这样的地方比较的舒适 所以对于门前有脏屋的人 人们看到就会产生反感 就算原本有采购的欲望 看到门前就没有亚信进去了 这样是极其影响店面生意的 四 店面门前过道窄 对于一个店面来说 要想招引更多的客户前来 那么招引客户前来的前提是 客户要看到自己的店面 如果看不到店面 是怎么知道做什么呢 人们大都喜欢在大的道路行驶 所以如果店面门前的过道太窄 那么就容易被人忽视 是极其影响店面财运的 五 店面朝向冷清 存留过往密集的地方 就是繁华地段 有人就有生气 人愈多生气欲望 趁生气就能带来生意的兴隆 商店的兴衰取决于客户 客户是商店的财运所在 顾客迎门 商店就会兴望发达 反之商店就倒闭 所以商店门的朝向 应取决于顾客 应该是顾客在哪里 商店的门就开向哪里 做到门迎顾客 如果朝向冷清 那么可想而知 就容易出现 生意惨淡的现象 六 店面门大内向 大门座很大 跟店铺内不成比例 这样的风水格局 会让财气进屋来 却无法留住 最后会让店铺气势衰败 二 如何避免买到 风水差的店铺 这些年社会风气败坏 购买店铺或者乘租 店面价格太过便宜时 也别太高兴 像有些发生过命案的地点 屋主通常因为急于脱手 就会用超低价出租或者转售 因此最好是到附近 多走访当地人 可以问问里长 或者是当地派出所 打探他们对这间店铺的评语 要记住 钱难赚 租买店面之前 除了店面的冲煞必须面面观 还要多打听店面过去的背景 才能多得一些保障 如果心冲冲的就随便顶下一间 可能有问题的店面 那么很有可能顶下之后的倒霉事 也会如影随形 甚至拍美几个月就惨造体面的命运 因此建议 想要当好家的人 最好先具备一些基本的风水去尝试 才不会轻易被人糊弄 而且自己也可以初步看出店面的好坏 居家与店面的好坏 内外格局各占一半的成败 在店面外风水中要注意的是煞和角 如有冲煞就要设法避开 特别是现代的都市环境 高楼大厦伶俐 从哪个角度看多多少少都有冲煞 三买到风水差的店铺怎么办 当店面外面有别动建筑的屋角 柱子 窗户 或者广告广告牌 电线杆 路桥 高架桥 桥墩 甚至是道路上的交通信号 以及高楼大厦的玻璃帷 反射的光等等 任何看得见的建筑 都容易造成不利于人体的气场 或者磁场 在有形必有灵的景象下 难免会产生风水雪中的煞气 提醒大家 不管是住家还是店面 煞气如果不设法化解 会导致内部好员工留不住 常会有人心惶惶不安的现象发生 而老板还有可能 必须的不停的掉头寸跑银行 生意虽然应接不暇 但却赚了的钱不知怎么搞的 总会挥货 落花而存不了钱 或者是赚了大钱 转而投资股票去惨败 更惨的还是遭遇不断的跳票 为人倒债 或者养老鼠咬不带的倒霉事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风水不佳 所导致的恶雨 常逛街的人会发现 偶尔会遇到有些店家门口 会摆放石杆灯 或者是能增加室内气流的风水车 有的店家会挂上水晶球 或者通面镜 发化剂 或者是太极风水石等等 这样的店家老板并不是太明星 而是他们正在遵循有法有破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好比一个人生了病 必须去找专门的医师 和专门的药来治病 病才会好 中毒的人要有解药才可以救命 风水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店家遇到了冲煞 就如同危害了这栋房屋的健康 必须找出方法 以风水吉祥物去化煞 才能自我保护 四 如何布置店铺风水最好 一 门店的类型是流液 店铺的门面最好是以宽为主 这样名堂宽旺会聚裁 有些店铺是里面的够深够大 然而店前面又浅又窄 这样的店铺难忘裁 二 门面的朝向很重要 店铺开门要纳集气 门面的朝向假如不对 顾面很难入去了 也就是说 店铺的门不能直对上午 如直创过来的路 大型的建筑 电灯杆等等 三 店铺选址慎重 开店铺时需要选择在 人流量主方向的地方 人流也是水流财流 这样的店铺是挤收水的效果 自然财运会高不少 而且人流量大 自然生意也会好处得很多 四 开门方向很重要 店铺开门最好是遵循 左来右开门 右来左开门的规则 左边的街道或者走廊场 则店铺门开在右边 右边的街道或者走廊场 则开在左门 五 聚气则聚财 散气则散财 假如店铺门只对着 穿行而然的马路 街道 耸廊 电梯等等 会使原本聚起来的财气 会被一吹而散 并且受到外来的攻击 指责 事故的骚扰 很难竞争过人家 要尽可能的使自己的店铺 避让风口 也不要有穿堂风 六 店铺光线或者彩风 需要重视 一般白天经营的店铺 会对光线和彩风 需要尤其的重视 室内无风会使人有窒息感 并有一种死气沉沉 生意衰败的压抑感觉 人在这种地方会产生焦虑疑虑 不愿做过多停留的动机 更不要说进行生意合作 和购买商品了 另外 店铺内假如光线过暗 也会让客户的购买欲望下降 没看到营业期间 无论何时 肯德基里面都是灯火 尤其明亮的吗 七 店铺尽可能 选在客户的中心去 一个城市的布局 会形成若干个中心 比如说行政中心 贸易中心 娱乐中心 教育中心等等 这样人流在进行特地活动时 会向特定的区域 假如你从事的工作性质 与四周环境相容 就能很快进入这一活动圈 相反则会差很多 所以小江之建议 在开店选址时 应该明确客户对向集中去 八 店铺在商场内 要留意风水是否强旺 店铺若在商场内 要留意所处的位置 风水是否强旺 可借用为其中的一句话 金角银边草肚皮 假如你选择在商场 两侧通道的交汇处开店 那你可以向顾客展示的橱窗 或者陈列最多 被顾客留意的可能性 也就随之增加 总而言之就是 人则来 财则来 九 店铺收银位置很重要 店铺的收银位置也很重要 假如摆放错误 就会总是烙财或者破财 小江之建议 任何店铺都不可以摆一些 对收银台有锋利作用的 夹丝或者饰品 如墙角或者家具角 对着收银台 这都是风水中的大计 十 店铺招牌位置去留意 店铺的招牌应该摆放在 店铺方位的望方 招牌的颜色要根据 店铺所属的五行选取 选取生物我 助我之五行 所属颜色 还有招牌的材质也很重要 用金属或者木头的 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要因店铺主人的命理而已 店铺风水把握要点 大的格局 方位 及主要物件的摆放是重点 语如收款台 接贷台等等 有的朋友忽略这些根本要素 片面的追求一些细节问题 结果导致出力不讨好 花钱不见效 还是找不到原因 一家店铺经营好坏 不仅仅是看谁来经营 经营什么 这也是和风水布局 其实相关的 希望朋友们 多找我一些风水知识 相信你一定会 商业兴奋才往进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匠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匠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